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州天气真的非常非常冷 预涌成为了我的第二层皮肤 而在这么冷的天气 我决定逃离广州 去一个舒服点的地方 冬天出行 各位 我们去西湖 出发 历时两个小时 直至来到了西湖 今天天气很好 御庸都除了 心情都很漂亮 不是啊 秋哥 这里是惠州西湖 我就知道 我一直在说的都是惠州西湖 一路在惠州西湖这里逛逛逛的时候 发觉原来很多苏东坡的元素侵袭在其中 看回资料说原来苏东坡当年 来到我们岭南这一边的时候 亦都见到惠州西湖这里 亦都在她的主持之下 修复了建造了很多很多惠州西湖 现在我们玩到 见到的一些景点 于是乎就令到惠州西湖 这个景点 它不单止 风景啊 漂亮啊 有着啊 有些自然的东西 同时它多了很多的人民的气息 在当中 像是一样的 惠州西湖很大 所以这里有个冲公波的帐 之余 找来和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只藩狗在这里 这只金无寻门丸 这么早就进入中国的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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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过帝王蟹 吃过黄油蟹 今天在客家菜馆 给一道豆腐征服了 好吃的东西是无分贵的 这个可能更贵 我说这个食材 有时候菜军煲为了卖出钱 这就是菜军煲 这就是配饭的 清甜的味道 在菜军情面是浓缩的 浓缩之后,甜味会更浸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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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缩之后,淋温之后 淋温之后,淋温之后 不要看外表 这种味道 炒皮 耐心深处 别人吃一个小清心 甜的一般吃到的清菜 有一次骗到我们 如果是咸菜煲 做到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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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 不会清甜 很舒服 如果是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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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 我喜欢吃羊豆腐 这个味道很爽 有点像菜干汤的感觉 不然它很咸 味道很淡 出乎我的意料 走完韦州西湖 找到了西湖店 今天天气很舒服 太阳很暖 这家店的环境和西湖店很大 西湖店是天然的东西 竹椅也是天然的东西 然后吃的东西 分菜比较少 素菜比较多 但偏偏熟得很满足 两碗豆腐全部清炸 你就知道这档豆腐很好 很适合我们的心水 很舒服 这个旅程是一个很温的旅程 你看还有一个电视出来 你好 你好 我们忙着过来 没事没事 开了多少年了这里 20多年了 好吃哦 一直都开在西湖边的吗 一直是这里 我是老房子自家的房子 自家的房子 五张牌 五张牌发展到五十张 哇 五张牌 五张牌 现在你舒服了 以前就是那个小桌子 五张挨挨挨的 就在门口 放一下这样 就因为做东西好吃 越做越做 我们是保持保充分 就需要更有个满意感 我觉得就开心了 满意 好满意 好好吃 原来就在西湖旁边 已经有这么贵的餐馆 已经可以让我吃到一餐 都挺正宗 挺有惠州味道的菜 那碟豆腐我真是回味到现在 不是开玩笑 总而言之一句话 不知是因为今天天气太好 还是因为今天心情太好 还是因为这片景色太美 惠州西湖半日游 令我觉得非常满足 最后姐你记住 姚大秋是要带吃全世界的人 在这里 我们也以为您可以做的 但是哪里 你 carn注是还是没搞的 也在这里